大家好 无论是在社交媒体 或是街坊邻里 难免会听到国人的担忧 那就是国人在求职时 会不会受到公平的待遇 雇主会不会偏向外籍人士 今年初冒工部长陈俊生在国会生成 假设目前有一个新加坡人的工作 是五千元 我们引入一项投资 可以创造两份职权 一份七千元 一份一万元 但那新加坡人只能胜任七千元的工作 因为他还不具备一万元所需的技能和经验 行动党认为允许大量外籍人士进入劳工市场 甚至赚取比本地人更高的薪资 才可以创造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 根据官方数字 我国在前五年内就增添了将近四万五千名 持有就业准证 行动党经常鼓吹自己提倡了世界级的教育 那这世界级的教育 自主为何没能培养足够接手白领职位的本地人才呢 这份一万元的工作为何需要外国人士来做 人力部在今年三月公布 有一千间公司因为国籍偏见进行招聘 被列入公平考量框架的黑名单 这不是十间公司 而是一千间公司 这证明了一件事 在行动党的执政下 不少公司认为 新加坡人没能力或不愿意工作 公民党深信 今天的新加坡劳工 是可以跟世界最顶尖平起平坐 我们不需要特别待遇 只要求国家机制和企业一视同仁 让国人能享有公平的竞争平台 减少国人对外籍人士的依赖心 对此 共产党在政纲上提出了五点 一 雇主必须定时提交就业申请 详细的面试资料 和拒绝国人的理由 二 外籍人士在新加坡工作 必须有指定限期 不应过度长留 三 对申请就业准证和S-BUS准证的外籍人士 强制要求坚定和严格的审查 他们的学历 四 对新加坡人招聘率低的公司和股主 进行更严厉的外籍员工 拼用限制和禁止 最后 在奖励方面 公民党提出减定科税 提供税收回扣 和减少官方收费 等措施 进一步激励雇主 聘请新加坡人 工人党相信 国人有资格与能力 在不同行业服务 国人只恳求公平的竞争机会 和对等待遇 工人党承诺 会与全体新加坡人民并肩作战 守护国人的劳工权益 我们会在国会内外 为新加坡人争取应当的保障 请投工人党一票 让您的一票成就未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